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谷布局小斗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1集的节目 年底了 有该准备给大家准备什么年末的小特辑吗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惊喜 因为日子还是这么过 那我会尽量抽空 大概去review一下 今年大家玩了哪些好玩的玩具 不过我最近的话 都特别去做一些电影前三集的 这种Legion级的玩具 过去的话 对于这个系列 没有做太多的琢磨 那利用这段时间的话 因为工作上特别的忙碌 就玩一些小玩具 那我发现的话 这类的小玩具 它非常的有变形金刚的真水 也就是说大块部件的变形 那么这款是第三集的Legion Class 我当年在反斗城的话 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 它的单独销售 都是这个基地组合系列里头 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身形 而且它这个涂装比较特别 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狂派的标志在这里 这一款的话的这个变形成飞机之后 跟我们昨天更新的那一集 这个前刚级的 这个逍遥的这个飞机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的像了 那以这个传奇机的玩具来说 这款的身形可以说是做到非常好看 你看它的身体非常的薄 那手脚四肢比例 也跟电影里头的Stars Win差不多 除了说这一块部件比较大之外 它已经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挑了 面雕其实也很好看 那可动的话 头是自然是不能转的 手臂这里是一个球关 而且它这个手肘居然多了一个关节 这个就蛮妙的了 那腰部怎么不能转 脚就前后左右踢 可以侧踢 但是这个关节比较松一点了 不过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 这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直觉 这个就是真的是变形金刚的一个 一个快乐的一个地方 这块部件再盖下来 那如果说大家一定都会说 有没有什么守护神模式 这个当然 这一款的话是绝对可以做出 所谓的这个 马克罗斯的这个 守护神的这个 Guardian Mode 一定是做得到的 然后这样一来 它就有一个守护神模式了 好 那我们接着把它变完吧 这个地方的话 手就顺势的往下垂就行了 这个有点松 但是无所谓 这里这样可以把它给扣紧 这个地方 把它给咬进去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扣过来 然后脚的话呢 你看到这里啊 有这个轮胎的轮胎 我们当然是朝下了啊 那它这个脚跟 本体的话呢 是没有卡扣的啊 它真的就只是放着而已啊 真的是放着而已啊 至少我是没有发现 它有什么卡扣了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F5应该是22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这里松掉了 再次把它扣一下 好玩具比较比较小 OK 后面的话扣紧还是行的 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下垂这个就严重了 而且是鸡头下垂 这个是 嗯好 那这个就完成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载具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啊 上方的话呢 这个军事迷彩的涂装 这个堪比当时的 这个迷彩涂装的MPM 也就是所谓的MPM02 对是02没错吧 这个凹险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好看 其实呢 看久了之后还是觉得说 嗯 它的这个形态比较 比外星刺青 可能还要来着干净 好看一点啊 大家每个人亲家罗伯各有所 哈 而它的狂派的标志呢 在变形成飞机的时候呢 是由手臂把它给遮挡起来的 所以它一个 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配置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来自于变形金刚 第三集 Legion Class的 Starspring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